Coming True I was born to love you With every single fear of my heart Is I was born to love you 首先冰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運動 你需要學習一種技能 像流冰才能玩到 最主要就是每隊派出六個運動員 五個球員,一個守門員 把球打入對方的球員為之勝出 多分為之勝出 雖然派出六個球員每次 但一隊可能會有二十多個人 二十二十三個人 因為他有車輪戰的性質 不斷去換人換人換人 所以這個遊戲很快,很刺激 其實近這幾年 澳門冰球的發展比之前快了很多 最主要是因為有一些團體 例如國際冰聯,HF他們會支持我們 他們很推動亞洲冰球的發展 還有搞很多這些暑期活動 或者其他這些班 這幾年澳門冰球的發展是快了很多 多了很多年青人參加 爸爸就告訴我可以留冰 然後就試試覺得好玩 然後就報花式留冰 然後慢慢就開始打球 玩了兩年半 我喜歡冰球因為刺激,很好玩 然後可以練習一下速度 我以前過來看別人的流冰好像很好玩 報個輸期活動 那輸期活動 那輸期活動就… 我喜歡就報個輸期活動 那流冰留了一年左右 這樣打冰數冰球 都不會危險的 因為… 譬如你玩的時候也會穿套鴿 那套鴿會保護你 那是不覺得危險的 我希望可以進入奧門隊 出更多外國比賽 對… 今年我們開了四班 七月兩班、八月兩班 都是滿足的 都報了 有一些我們一直打開的運動員 例如小朋友 他們說 報不到輸期活動 小朋友報名是多於一些青少年 明顯多很多 還有我們的集中 都是想… 我們的target 都是在一些少年兒童方面 去找的球員 我可以打個比喻 很多人坐飛機都很害怕 但飛機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大家都知道 那冰球一樣 就是因為… 它速度快 所以我們有很多裝備去保護 可以看一看那些打開的小朋友 其實由頭到腳都包著 所以你說 就算兩個人撞在一起 或者他用一個比較快的速度 撞在一塊板上 受傷的機會其實是很低的